姜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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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伊 武術 小害 小害 眼睛 看上去好像風馬牛不相求 但原來自古衣舞同源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 武術和衣術很多是共通點 習武不僅可以強身健體 更加有助衣術的進步 為什麼太極團這麼慢呢? 慢就可以體驗到 你每一個動作的身體肌肉的結結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 中醫和武術 都是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古代的時候 有不少習武師人都會學醫 除了可以醫治自己的傷患 又可以幫到其他人 他們的故事是怎樣的呢? 五十多歲的鄭文輝 是一個註冊中醫 他除了精於醫術之外 還因為自小浩動 喜歡跳跳紮紮 早在童年的階段 已經開始學武術功夫 中國的武術有很多種 每一種都有它獨特的地方 而鄭文輝就在十二歲的時候 學油功門舞藝 習武至今超過四十年 油功門其實是屬於我們中國南方 東江流域的短打拳種 而我們油功門除了收納了一個拳術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藍絲、北絲、藍龍、北龍 這些傳統國術在這裡 不過學功夫、武術 難免都會經常受傷 鄭文輝當然也不例外 他全身上下幾乎都受過不同程度的損傷 現在一些舊患 人間不中都會隱隱作痛 如果說到受傷 我們可以說沒有好肉 基本上是膝頭、手、肩、膊、腰 全部都受過傷 小時候經常都周身傷的鄭文輝 為了可以醫治自己的傷痛 他慢慢開始接觸醫術 我是先學武術 從武入醫的 透過武術認識到有些中醫界的 又是武術的前輩 學到他們不同的內科、針灸、骨傷科的 醫術、學術 鄭文輝經過不斷學習進修 在十幾年前成為一個註冊中醫師 實現他多年來懸狐濟世的理想 中醫來說其實是有一個使命感 因為除了可以照顧康復病人之外 是將我們的傳統優良文化 這個寶庫傳承下去的 各位同學 我們的雙科班 今天就說你們實習一下 平時我們的理論已經做好了 手法我們開始在學習 因為疫情關係 多了人在家做運動 導致受傷的機會增加 於是鄭文輝最近開班教學 以中醫骨傷科的理論基礎 教學生如何處理傷患痛楚 當年來在中國衣術和武術的分圖之下 鄭文輝慢慢發覺 衣術和武術其實有很多共通相似的地方 都是一綱一柔 講究平衡調和之道 其實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裡 以前的人是因為習武 或者是練習受傷 而是豐富了他們的衣術 我們中醫來說是說陰陽五行的定律 但如果在我們的武術來說 其實攻我們可以當是藥 手的我們可以當是陰 另外我們的套路不會永遠都全部去攻 鄭文輝多年前曾經在一次國術表演途中 因為意外導致半月板撕裂 他運用多年來的中醫骨傷科知識 為自己處理傷勢 習武的經歷也對於他學醫術治理病人方面有不少幫助 讓他可以感同身受理解病人的痛楚 相比起只是在醫學書籍上面生硬的病理描述 來得更加人性化 我也是從小玩功夫傷到大 身體其實很多關節都受過傷的 對於我們現在去照顧的病者求診者 知道他的痛楚在哪裡 還有我們也知道用什麼方式 可以盡快康復病人 將武術和中醫結合的還有黃天賜 小時候我學習外加拳 我學習塞里法 去到加拿大我就開始學習太極拳 我玩太極拳就玩了三四十年 但後來回到香港遇到啟蒙老師獲益良多 每一個刀法或者拳法或者劍法都是鍛鍊身體不同的 身體協調的動作 本身是中醫的黃天賜說 傳統的太極拳太極刀等的武術其中一個精髓就是慢 因為慢你才可以感受到每一個動作用身體邊一組肌肉 慢慢做到全身肌肉協調 這個道理和中醫講求身體機能要平衡協調一致 學武術的過程當中 黃天賜明白了維持身體健康的奧妙 譬如我們打一拳出去 其實我們要先管理 不是管理你的手 而是管理你的腳 譬如選了太極刀 為什麼它這麼威猛呢 其實很多刀法是用腳先走的 不是把刀先走的 拳一樣是用腳開始先 都是一個好像源頭管理 你知道什麼重點 譬如我們身體的健康 不是靠吃藥 小時候黃天賜因為一場大病 在醫院過了兩年的歲月 這段經歷可謂是改變了他的一生 也讓他明白到健康的珍貴 我小時候大約10歲左右 感冒菌入了心臟 在醫院住了兩年 出來之後就開始跟爸爸學中醫 慢慢體驗到中醫 可以強身健體 自此的感冒傷風也少了 之後黃天賜開始進修研讀中醫 經過不斷努力成為了一個註冊中醫師 之後他仍然不斷鑽研醫術 他現在在醫館的天台種了很多種中草藥 用來做研究 我們傳統中醫中草藥不可以缺少 所以要中了推 有時候小朋友帶他上來認識一下 給年輕一輩知道 中醫最重要不是自己做 中醫說成全 成先啟後 成先 起碼有標準的標本 有些樣板給人看 是這些 除了成全中醫傳統之外 黃天賜又因為小時候患病的經歷 現在更加開展二診服務 為肢體殘障的患者進行推拿 針灸等治療 幫患者慢慢恢復身體的機能 這天 六歲的海程由媽媽帶來醫館 接受二診服務治療 海程媽媽說 海程在這裡接受治療大半年 海程都走得越來越好 個人開心了很多 黃天賜說 可以幫到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是做中醫師最大的滿足來源 好像我在小時候在醫院那時候 那種無奈 我很想把我學到的東西 可以貢獻給一些 有需要的小朋友和他的家庭 下一節 我們一起看看兩個中醫師 如何將習武行醫的精神傳承下去 好 預備 敬禮 抽入 鄭文輝除了開班教中醫骨霜科知識之外 原來他更加是一個武術教練 三十多年來一直傳授武藝 希望可以將武藝的精神傳承給下一代 教了功夫、武術這麼多年 其實也可以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有一群徒弟、徒孫 最初他們由一個學生 到他們一邊大、一邊成長 出來工作 他們覺得我們的關係可以更好 他們正式是拜師 形成了好像一家人一樣 跟著那些會不會怕辛苦的? 你們兩個 聽不到 不會怕辛苦 好 先坐直至腰 徒理滿門的鄭文輝 有不少徒弟即使已經出來社會做事 但他們仍然會在星期六日收時間回來 協助教年輕一代功夫 加入了國術班就差不多20年了 由我中醫的時候已經跟鄭文輝師傅 就學習中國步術 其實師傅一直以來都很想陪我們師兄弟 希望為聖廚功夫 這麼有意義的活動去做分力 出分力 阿Ben現在已經是這個小朋友的師傅 我喜歡學那些功夫 我想可以打敗一些壞人 鄭文輝的武術班 除了有各種功夫去學之外 他還會教農師技藝 今年中學畢業的家綺 由中一開始已經跟鄭師傅習武 尤其是新年 會見到很多聖師的表現 我就覺得很帥 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自己的性格本身 有一點偏向男生 男生喜歡玩的東西 其實我也會喜歡玩的 教武藝當年的鄭文輝 原來他心裡一直埋藏著一個小小的盼望 希望透過武術 可以為新一代帶來更多的正能量 以生命影響生命 同樣都是中醫也是鍾情武術的黃天賜 他學了太極權之後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太極的精髓 其後開始接觸射毅 因為太極和射毅彼此之間有很大的關聯 但是太極權和射箭有什麼關係呢 先說太極權的拳經有說 因為速勁於開工 法勁於放箭 如果你是沒有學過 你怎麼可以體驗到法勁的原理呢 當我學了傳統的射毅 開始就會更加領悟到 全身的力是怎樣去發揮 研習射毅的過程當中 黃天賜領悟到 治療殘障小朋友的方法 原來重點在全身的平衡協調 我甚至還可以用整體肌肉協調的方法 可以幫一些殘疾的小朋友 譬如教他們怎麼走路 中間領悟到原來人體的力學 很多時候是用腳趾開始 所以我教殘疾的小朋友學走路 我就教他們未學學要先學上樓梯 先學上樓梯 他自然會學怎麼平衡身體 怎麼可以用腳趾的力抓住地下 為了傳承中華傳統射毅文化 黃天賜更加開辦傳統射毅課程 這一天 Kit和Angel就過來跟黃天賜學傳統射毅 原本是這樣的 OK OK 下向上 繞了上來 對了 抱著它 Kit之前曾經學過日本公道 回到香港之後想學中國傳統的射毅 他認為可以透過射箭這一項運動 讓自己專注目標 將箭射在箭靶之上 而在過程中都可以觀察到自己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 因為射毅是說了除了一個運動之外 還有一個修心的過程 而Angel就在接觸射毅之後 學會了怎樣檢視自己的想法和意念 尤其是可以檢視到看到自己那一刻 因為很微妙的轉變來的射箭 射出之箭之前 那一刻只要我心裡一動了一個雜變 結果是兩馬子的事 在傳統的禮射我們可以體驗到孔子的學問 體驗到結果 反映到我剛才做的事 過往處事的態度 夠不夠寧靜呢 會不會有時候過於激動呢 所以禮射就是一個很好的體驗過程 關於你自己的什麼 踏入晚年 身體機能都會開始衰退 但如果日常多些著重保健養生 可以減慢身體機能的衰退速度 我們一起看看在中醫的角度 會有什麼保健養生的方法 可能各方面的生活注意是重要一些的 可以的話在早餐午餐的份量上 相對可以吃多一些 反而到了晚飯的時候 比例上就不要吃得太多 還有晚飯時間也不要太晚 這個會對整體的消化吸收是好一些的 劉超敬建議 長者不要吃那麼多生冷食物 應該吃熱食為主 另外煮食的時候 都可以加一些薑做配料 有助提升他們的脾胃混化 薑本身是一個偏溫的食材 它本身有一些健脾和胃止吐的作用 其實是在我們飲食上 我們很常可以用得到的 例如有些人虛寒怕冷些 我們驅散風寒 不過它始終是偏溫的性質 所以如果有些人吃它 當時是有熱症的 譬如它覺得喉乾泄醋 覺得有甚至喉嚨肝痛的症狀 就不要只用薑這一味的食材 喝茶或者是不少長者的嗜好之一 但原來不同的茶葉種類 對身體都有不同的影響 要小心選擇 如果茶葉種類上的選擇 要明白不同的性質 譬如綠茶它是有清熱的作用 如果是紅茶或者是普利這類黑茶 相對來說它的良性是沒有那麼重的 它會平和一些 近日天氣開始乾燥 容易口乾燥咳 有些什麼方法可以舒緩症狀呢 不少長者或者會選擇喝涼茶 舒緩口乾燥咳的症狀 但原來涼茶都不可以亂喝 其實涼茶類的東西 因為太五花八門了 在外面坊間可以買到的涼茶組合 其實有很多 其實以普通的市民來說 它很難分辨 究竟它適不適合喝哪一種涼茶 我們一般不建議它喝得太苦寒 在秋冬季節 踏入秋冬季節 氣溫開始下降 本港的疫情 會不會因為天氣的變化 再次加劇呢 接下來的冬天 可能會出現第四波的疫情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通常冬天 我們的氣溫遭降 和濕度偏低 這些外在因素 都會有利於一些 呼吸度相關的病毒 它會特別活躍 我們通常說 例如流感病毒 新冠病毒 都是我們現在很關注的一種 將會很活躍 曾祈欣說 今年秋冬季節 長者的健康情況 需要特別關注 如果長者 同時間這麼不幸 感染了季節性流感 和新冠病毒 很多時候會出現一些 較嚴重的肺炎 病發症 大家都知道 如果兩種病毒 同時間出現 在長者裡 他的死亡率 是非常之高的 曾祈欣提醒 長者應該在季節性流感 來臨之前 注射流感疫苗 減少感染流感的風險 是阿妹 阿哥有錢 阿妹有錢 阿妹有錢 位於粉嶺的龍躍頭 有幾條歷史悠久的客家 和圍頭村落 歷史可以追溯去到宋朝 他們的山歌 和傳統服飾都很有特色 下一集一起去欣賞一下 MING PAOLE